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奈的童年在法国北部的港口拉福尔读过 她从小热爱自然 爱好绘画 1858年开始学习并尝试户外创作 我想在醉意消失的效果前表达我的印象 之后受马奈和透纳的作品启发 莫奈开始对大自然的光色进行细致的研究和描绘 她眼前的自然也为之获亮 《日出印象》创作于1872年 莫奈在画中描绘了法国勒尔法港口一个多物早晨的景象 天空被各种色块蕴染成微红 三只摇曳的小船显得朦胧模糊 船上人影依稀可变 近海中的三只小船在薄雾中渐渐变得模糊不清 远处的建筑 工厂的烟囱 大船上的吊车 桅杆等也都在沉袭中朦胧影线 整个画面笼罩着蓝灰色调 日出喷勃 海水中反射着天空和太阳的颜色 海岸边的景物若隐若现看不清楚 给人一种瞬间的感受 我希望我一生下来就是瞎子 而后忽然获得视觉 这样就能不知道眼前的东西原来是什么而开始作画 莫奈 流动的色彩变幻的光影 光与色是印象派绘画的核心思想 因为印象派认为 丰富的色彩都来自于光的恩赐 作品中的色彩就是冷暖色的对画 海面上的绿色是用黄色和蓝色堆砌而成的 莫奈在蓝色的底色上拷干一些黄色 使黄蓝在同样的明度中相互遮改相互媲美 莫奈不局限于用白色或浅色调来表现水的透明感 而是用色彩的对比 光影的灰映来体现水的质感和运动 这样的手法丰富了色彩的视觉效果 从而形成了一种能跳跃流动的色彩 灵动的笔触 莫奈很重视笔触 认为它是色彩表现的灵魂 莫奈用看似随意凌乱的笔触去表现瞬间的印象 运用不同的笔触充分表现色彩 以符合自然的本来面貌 画面背景通过测风扫 大面积的扫插手法 描绘出橙物中模糊朦朧的背景 水的波浪由厚薄 长短不一的笔触汇旧 下笔走势短促有力 形成了笔触之间 冷暖色调相互交叠的风格 丰富的笔触 赋予水面无限的灵动和光辉 在印象主义的绘画中 只有自然结构 莫奈模糊透视效果 画面中没有明确的天空与海平面的交际线 它取消了过渡和造型 鉴于此 它甚至还创作了一种全新的油画拼接法 将不同的色点和色块拼接了起来 形成一个整体 这不仅有效地加强画面的整体效果 还可以进一步地让欣赏者感到更明快 亮丽的画面效果 19世纪以前 西方绘画追求的是学院派 形色并用的原则 印象派动摇了主要以模仿为目的的传统绘画理念 完成了物体条件色和环境色的探索 受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 色彩学理论的发展 成为印象画派画家 观念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 对世界的重新认识 构建在色彩学上的视觉认知 色彩学的理论 19世纪英国科学家牛顿发展了光学理论 他指出物体通过反射和吸收造成了不同的色相 从而打破了物体固有色的传统观念 为绘画领域的色调运用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 之后法国的化学家谢弗勒尔提出了新的色彩理论 物体本身是没有颜色的 物体之所以呈现不同的颜色 是因为它的构造 具有吸收和反射不同波长的能力 不能吸收的光就被反射出来 成为我们看见的颜色 新的色彩理论 帮助莫奈打破传统的眼光去看世界的方法 莫奈擅长用组图的形式来探索大自然光色的表现 对莫奈而言 有光就有色彩 莫奈从来都是追逐光线去绘画的 所以他被称为追着阳光的画家 莫奈的作品都是不同时刻光线下所产生变换无穷的色彩 所以他愿意就同一物体反复绘画 只为捕捉微妙变化的光线 他的甘草舵系列和卢王大教堂系列都是最好的证明 最为著名的睡帘系列 则是他对水面淋波的表达和丰富水中倒影的诠释 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 你可以模仿莫奈的艺术风格 绘画日出印象 你需要准备一块数位板 一款数字绘画软件 一台电脑 一 选择纸张 打开电脑上的绘画软件 本系列微课中我们将以Arterage软件为例 当然你也可以运用其他绘画软件来进行创作 首先我们进入纸张设置界面 因为我们今天要模仿的是油画作品 所以在纸张选择时就选用Basic Canvas 纸张模拟油画布的机理效果 其他数值项可以保持默认 然后点击确定 二 勾勒轮廓 本画的趣味中心是勒尔弗尔港口多物早晨的情景 快速调整好油画笔工具的参数值 将笔刷粗细度调小些 勾画出原作的构图 三 绘画上色 接着 我们在图层面板中给文件添加一个新的图层来上色 先用蓝灰色铺出画面的大体背景基调 由于逆光 远景成暖色 近景成冷色 由远至近 色彩完成从暖至冷的过渡 绘画时 尽量用轻 透 薄的色彩来表现水雾缭绕的感觉 再次调整油画笔的工具属性 选择合适的压力 稀实 油量等参数值 一般 稀实按钮调大 颜料的厚度减小 能表现油画轻薄的笔触 同样 越放大油量 画面油性的感觉将越强 四 整体调整 在完成基本绘制后 我们可以仔细对照原作做整体的修改调整 适当借助调色刀工具根据画面需要进行修改 它可以使各颜色间的交界线变得模糊 临摹是学习的开始 我们希望你在掌握了基本的绘制方法和技巧后 能感悟印象画派的绘画精髓 体会作品的光色特点 既然创作出属于自己的数字油画作品 让我们来欣赏同学创作的优秀作品和基于此的文创作品吧 我是来自尚理工附中高二的学生黄家慧 今天我数字油画的作品是要模仿来自法国印象拍大师莫奈的《日出印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